儿子,你下午送妈去养老院吧 妈,你去养老院干什么呀? 在家待着不挺好吗? 是不是我不在的时候,秀荣欺负你啊? 没有,秀荣对我挺好的 我就是觉得养老院人多热闹 哎呀妈,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在家好好待着,吃不愁,穿不愁 等过两天公司忙完以后啊 我领着你出去好好转一转 不用,你忙你的 我不想出去 你个老东西啊 还想让我给你做饭 不怕噎死你 每天干啥不行,吃饭你一鸣 这个家,有你没我 你不走,我走 以后,你给你儿子给我下半辈子吧 李秀荣 老公,你怎么回来了 我说我妈她为什么天天要让她去养老院 原来都是你搞的鬼啊 那能是我的错吗? 刚开始你妈在你哥家住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跑到咱们家来了 你妈又不是就你这一个儿子 凭什么住在咱们家不走 原来你是这样的一个女人 你在背后威胁一个老人 你就不怕糟雷皮吗 好,李雪松 既然你今天都这样说了 那咱们就当面今天把话说清楚 如果你真的 出来了 妈,是儿子不孝 找了一个这样不孝顺的媳妇 让您受委屈了 你这是干嘛 你赶快给我把笑容追回来 你要是不送我 我自己去养老院 妈,像这样的女人 一辈子也别让她回来了 就算她回来了 我也把她赶走 儿子啊 成个家不容易 难道你就这样把家毁了吗 如果这个家连妈都没有了 那还叫家吗 如果让外人知道 是因为儿媳妇的不孝 就把妈送进了养老院 那外人怎么看我们 俗话说 养儿未放老 如果您养我不能为您放老 那您生我还有什么意义 那您生我还有什么意义 你这个臭脾气 改不了可怎么办呀 妈 只要有您儿子在了一天 您就永远不会去养老院 如果有一天 您在床上动不了了 有儿子来照顾您 您含辛茹苦的把我们养大 现在该轮到我来尽孝了 转身就是一枚子 转身就是一枚子 你还等得下 这是谁订的外卖呀 来我办公室 李总 这 这是我的外卖 李总 这个外卖 我不是让外卖小哥送过来吗 怎么在你这里 你的外卖五分钟没迟到吧 喂 你好 喂 我都快越死了 我到外卖到哪了 电梯坏了 我这一次一次往上爬呢 我刚爬到五十楼 我就给你五分钟时间 如果你还送不上来 我不仅给你插拼 我还要偷住你 求求你不要偷住 我马上就到了 什么玩意 对不起老板 对不起 没事小伙子 你这着急慌忙的 要干什么去啊 我要进去送外卖 这马上超时了 他说要投诉我 小伙子 这电梯坏了 难道你是 爬楼梯上来的 是啊老板 这一百九十八层 我是一层一层爬上来的 他说这给我五分钟时间 上不来他就要投诉我 这马上要超时了 我着急就不小心撞到您了 什么 一百九十八楼 你是一层一层爬上来的 行我知道了 小伙子 我是这家公司的老板 这事交给我吧 绝对不会投诉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你明天不用来了 去人事帮你离职手续 我当于是非常有点 中国人五分钟 这原则做不一样 求你要努力 ufl impact y 日 proverb mat 他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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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快打电话叫救护车 好的好的 爸您坚持一下救护车马上就到 老婆快给您弟弟打电话 爸恐怕这次要住院 让他回来陪床 爸住院不用我弟 有我跟瑞瑞呢 是啊爸 我平时对待您就像对待我亲爸一样 有我照顾您您还不放心吗 这照顾病人是个哭菜式 这样对他们弟兄俩也就公平了 爸 弟弟他离家这么远 你非要他回来干什么呀 是啊爸 您就放心吧 我们充得住 行吧 那就辛苦你们了 还得给你弟打个电话 告诉他 我 我住院 好好好 我给他打电话 走 爸 爸 老公 你们先坐 我去倒杯水 儿子 爸这次住院 报销完 你给我花了多少钱 没多少钱 一共才花了三万多 那你给你弟打个电话 报我平安 好 打电话 你可能给你老公 等花了 这一定是你的 优优独播剧场的 老公 抢 好 早 要 我 没 我 他 这三万块钱呢 一半是给爸的住院费 另一半是给爸的生活费 麻烦你们了 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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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咱们有事儿了 可怎么办呀 行了 咱家的钱不都是我挣的吗 我想借给谁 路你管啊 如果今天你要 弟妹 这骨子都答应借给别人钱了 如果今天要不借的话 以后还怎么做人呢 就是 你看大哥多同情达理啊 以后多跟大哥学一学 走 骨子 大哥跟你一起去 骨子 刚才在家里 在弟妹面前 我可是把面子给足你了 你借给他钱的这个人了解吗 你怎么能把家里所有的积蓄 全部借给他呢 哎呀哥 人家可是大老板 能跟我借钱 那是我的荣幸呀 大老板 大老板还差你这点钱呢 哥 那是人家工程款没下来 等过两天下来 立马就还给我了 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那你敢不敢试一试 你这个所谓的大老板呢 这有什么不敢试着呀 你随便说 怎么试 行 走 哎呀兄弟 你终于来了 钱呢 哎呀大铃哥 我母亲突然生命住院 把钱都用完了 你能不能把你的钱给我用点啊 真不巧 刚给我女朋友买车 首付外差好几万呢 没事 我先走了啊 哎大铃哥 你先把你女朋友买车的钱 给我借点应急呗 兄弟 各想各的办法吧 各有事先走了啊 哎大铃哥 哎呀 骨子 骨子 这就是你所谓的大老板兄弟啊 哎呀哥 他现在肯定着急用不起啊 不然早把钱借我了 不行 我得赶紧把钱给他送过去 回来 是看病重要还是买车重要啊 如果你这位朋友要真心把你当兄弟的话 他肯定把钱借给你的 哎呀哥 我比你了解他 你整天在外面吃吃喝喝 交一些那所谓的朋友 而瑞瑞呢 每天洗衣做饭 带孩子 连一百块钱的衣服都舍不得买 他为的是什么呀 还不是为了你们这个家过得好一点呢 对 交朋友是没错 但是你一人不输 识人不善 你怎么现在还执迷不悟啊 你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哥 我 好了 赶快回去给瑞瑞道个歉 好好好 哥 我这就去 朋友有很多 真的假的 能成为兄弟的人 又有几个 我爸他来你们公司已经干了一年多了 怎么就给发了两千块钱呀 现在 我们连饭都吃不开了 这位女士 你先 不要激动 禅师傅 这是 怎么回事啊 咱们的李主管 让我去办银行卡 我不识字 没文化 就没办下来 这工资 一拖这拖 我已经跟她交代过了 咱们公司是每个月五号发工资 单独给您发现金 他没有给您吗 没有 这个月就发了二百 我姑娘回来看见这种情况 就过来找您了 这件事我也是刚知道 其中的情况呢 我也不是太了解 呃 这样我现在打电话 让李主管过来一下 好吧 李主管 你来我办公室一趟 李总 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啊 哎 你怎么在这 哎 你怎么还打人呢 我就打他了 怎么了 行了 都别吵了 你们过来是解决事情的 吵下去还解不解决了 这位女士你也不要太激动 李主管 这是什么情况啊 李总 我都已经跟他们说过了 把工资给他们打到工资卡里 是他们自己没文化 帮不了卡 我能把工资给他们打到哪啊 李主管 我没有给你交代过吗 常师傅他不识字 他的女儿又常年在外工作 每个月五号发工资的时候 要单独的给常师傅发现金 李总 咱们公司哪有现金啊 你再说一遍 咱们公司没有现金 这都什么年代了 哪个土包子还有现金啊 你说谁土包子呢 我又没说你 前几天公司的财务 不是有一百万的现金吗 哎呀老板 是他们自己办不了卡 谁有时间天天跟他屁股后边发现金呀 作为公司的主管 你就不会领着常师傅去办一下吗 你就是这样做主管的 你就是这样关心你的下属的 哎呀李总 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呀 你一年才来几趟呀 我哪有那么多时间 关心到每一位下属啊 那你告诉我 你每个月领多少工资啊 我不管发多少工资 我都对得起我能分工资 我给你发多大的工资 你就应该为公司做多大的事 做事就要全心全意的去做 如果做不好 那我要你干什么呀 老板 我把大事给你办清楚就行了 再说了 那钱我也不是不给他 那好 我问你 钱去哪了 我 我这不是刚提了个车吗 我交首付了 什么 你居然拿着他们的钱去买车 他们每天没日没夜的工作 难道就不辛苦吗 我不管你苛扣多少工资 现在马上给我还回来 好的绿总 现在就去 禅师傅 不好意思啊 都是我的疏忽 老板 对不起 刚才我姑娘着急 才给你发火的 没关系 禅师傅 人之常情嘛 这件事情 如果说换做我的话 我也会发火的 另外啊 这个李主管 我也会处理的 你们放心 啊 嗯 对了 我这里有些钱 禅师傅你拿着 这就当公司对你的补偿 来 谢谢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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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老板 刚刚确实是我太冲动了 这件事不能怪你 确实是我们公司的疏忽 我们以后会改正的 赶快拿着钱回家吧 谢谢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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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们怎么来了 爸 正好你在这儿 我问你 咱老家的房子拆迁 凭什么给我几二十万呀 咱爸说 拆迁一共分了两套房子 都给你们 我这嫁出去的姑娘 留给我也不合适 咱爸说 那二十万 那肯定不合适啊 凭什么给你二十万 对呀 肯定不合适 咱爸知道你们没有装修过房子 给我那二十万 是让我给你们装修房子的 因为我也干过装修 咱们家只有我和雪松兄妹俩 只要你们过得好了 咱们这个家也就好了 那就更不对了 二十万只能装修一套房子 另一套怎么办 对呀 这个房子我们留着也没什么用 给你了 这 这怎么能行呢 这可是爸留给你们的 多一套我们还得装修 我们公司那么忙 哪有时间啊 给 这 这是 雪松 爸 我知道你跟姐是为了我们好 我都知道 也怕我有意见 从小到大 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 都先紧着我们家雪松 姐家过的也不富裕 但是也没少接济我们 当初我和雪松做生意困难的时候 还是姐把卖粮食的钱都借给了我们 现在我们生活好了 这房子呀 分给姐一套 那是应该的 爹 这房子我真的不能要 从小到大 你都是让着我 有什么好的先紧着我吃 这 长大了以后 我们做公司 遇到了困难 也是你跑前跑后的帮助我们 现在我们好起来了 也应该回报你了姐 丹妮 雪松 是爸多虑了 爸就怕这房子影响你们夫妻的感情 和姐弟俩的情谊啊 爸 半生父母恩 一世兄妹情 丹妮也明白这个道理 况且我姐她还在外面租房子住 我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就应该同甘共苦 共享寻 nightmare 爸哥 饭做好了你们先吃 我有事儿我先出去一趟 丹妃 饭都做好了 你吃了再走吧 着气好吗 你这是干啥去啊 就是啊 吃过饭再去吧 爸 我不饿 你们先吃 我先走了 爸 哥 饭做好了 过来吃吧 这饭饭干啥去了 饭煮做好了 不吃就走了 爸 这不是我老丈人的老毛病犯了 住院了 我媳妇去看去了 什么 住院了 那严不严重啊 爸 你怎么不陪着饭煩一块去呢 是啊 你怎么不陪饭煩一起去呢 我才不去呢 爸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们家那两个儿子都是互相推托 谁都不肯往外拿墙 再说了 每次生命住院 不是我这个当女婿的往外拿墙呀 还有 这不马上月底了吗 我还得给公司的员工发工资呢 不说了不说了 儿子 你等一下 哥 坐下吃饭吧 儿子 爸这儿有钱 来拿到 赶快给老丈人送过去 哎呀 爸 我怎么能要你那钱呢 再说了 他们拿了你的钱还会还你吗 什么还不还 自别要紧 来 这是你当女婿应该做的 快拿拿 我不 凭什么每次都是我花钱呀 凭什么 凭少帆当初不租车 不租房子嫁给你 她作为老婆 相夫教子 情姐赐家 作为儿媳 孝敬公婆 任劳任怨 她也是父母二十多年寒行荣苦养大的孩子呀 她挣钱的时候 在咱们家 花钱的时候 在娘家 被人伺候的时候 在娘家 而伺候人的时候 在咱们家呢 儿子呢 将心比心呢 少帆在咱们家付出了这么多 你有什么理由 不去照顾她的父母呢 弟啊 都是不,好像回就 α了 今天的吠唱 multiplic争口 带来不停一终 ¯ 中 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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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姑娘 你这是干啥呢 我好几天没吃饭了 我想找点吃的 这里面的东西都坏了 不能吃了 是啊 不能吃了 我这里有些面包和吃的 来 你拿去吃吧 谢谢大哥 谢谢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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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面对生活加油 大哥再见 喂 郭助理妈 对 刚才我在路上啊 碰到一个学生 他叫张小凡 看他校服应该是忽视一中的 对 你帮我联系啊 他们学校的主管 以后啊 他的学费 就由我们公司来承担 哦 对了 他好像还有一个腿受伤的姐姐 你帮我联系一下本市权威的医院 他的医药费啊 也由我们公司来承担 好吧 就这样 郭总 您喝水 你没眺眼睛啊 郭总 对不起 对不起 小致 跟我这么久了 怎么还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啊 赶快给郭总道歉 李总 对不起 我早上没吃早饭 头有点晕 李总 今天 你必须把他给我开了 否则这合同啊 没法谈 郭总 对不起 对不起 郭总 对不起 一句对不起就完事了吗 你知道我的裤子有多贵吗 你赔得起吗 小致 你先去公司食堂 我早饭一下吃了 另外 再给我拿一万块钱过来 好的 李总 李总 您的钱 来 郭总 这一万块钱你拿着 就当 我的员工啊 向你道歉 也当给你买你的衣服去 好吧 你看 这是能聊吗 李总 今天呀 我就给你这个面子 这事啊 就这么了了 来 咱们继续谈合作 行 你的事了了 他的事还没了呢 他的事 李总 你什么意思啊 这 倩也给你倒了 这钱你也拿了 那你 刚才打 他们一把掌 怎么算呢 怎么这 李总 你还想打我呀 先不说 打不打的事 先道歉 李总 那咱们这个合同 还要不要签啊 不签 必须给我道歉 对不起 等一下 他刚才怎么打的你 赶快给我打回来 啊 去呀 愣着干什么 你 你们 李总 我就是一个小小的接待 您为了我 把客户都得罪了 值得吗 小致 我问你 公司谁最大呀 当然是李总您啊 错 没有你们 我给谁做老板呀 如果我连 自己的员工 都维护不好的话 那么 要我这个老板 还有什么用呢 小致 委屈你了 不委屈 老板 您的包掉了 谢谢你啊 不客气老板 等一下 我这包里 明明有两万块钱 为什么现在没有了 我不知道啊 老板 我一件起来 就给您了 别那么多废话 把你的衣服脱下来 我检查一下 啊 那好吧 喂 王医生 你母亲的住院费 还交不交了 再不交 给你停药了 求求您了 王医生 您千万 不要给我母亲停药 一药费 我马上就凑齐了 尽快把钱交上啊 哎 好嘞好嘞 王医生 谢谢您 不好意思啊 大姐 刚才是我搞错了 来 衣服还给你 没关系 喂 王医生啊 你母亲的手术费 还差十万 再不交钱 就给您停药了 什么 十万 赶紧把钱交上啊 哎哎 我现在就凑 凑够了 我就给您打过去 这么多的钱 我上哪儿去凑啊 谢谢大家